一不小心就要 哎呦 今天鱼胖徒步 重庆瀑布名称最屌的马料水 大家如果说对马料水瀑布感兴趣 可以把这个视频看完 评估一下自己得不得行 在百度导航金佛山国家自然保护区 这个位置 现在鱼胖来到这个路口 从这个路口进去就是马料水 前面两个是我的队友 整个这条路人行的话走还是没问题 如果说野一点的话 骑摩托也可以上 走到这一段 它就有那种高叉了 就是直线再向上 心率上来了 122 这里有个大姐 野生猕猴桃好安逸哦 看 野生的啊 整个野生 好准备呢 大个才4块小个的3块 大姐我尝一个可以不 看趴不趴 尝一个趴一个 没关系 哇野生的好爽 活开 那个野生的是没打农药什么的哈 完全 哇水库上面在的啊 一会我也要走到那个水库 有谁的对不起 没得吃哈 尝一个这个迷糊桃 哇太甜了 大姐谢谢啊 大家出来徒步的时候 看到这种滑坡 一定不要在这里停留太久 看到这种滑坡 一定要尽快通行 虽然我现在这里风景绝美 大家可以看 从这条路走过来 然后看到风车这个位置 这条之路下去 渔畔拍那个就是很酷的 大片的那个位置 现在开始 蹲着 穿行这个小竹林 啊可以攒起了 为了拍最绝的风景 拖出去了 灯还上不起的话才尴尬 我也是这个宝宝黑宽人 好宽哦 但是尽量铁到右边哦 很多人来马撂水 都是走到那边 但是鱼胖 今天来了一个更绝的位置 我自己探寻的路啊 我现在这个机位 如果说不小心的话 就是全村吃洗了 我们这种摄影员的不意啊 你看 为了拍Vlog 你看下面就是悬崖 一不小心就要 就要吃洗 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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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终于过来了 你看看 好陡 好陡 你看 六二 我们今天是马料水探路之旅 值得杀装备 这两万多掉下去就 它就跟我两个撕逼了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泉水 如果说你的水带的不够的话 直接可以喝这个沾泉水 从这个平房穿过这个小竹林 马上就要到马料水的经典机位 到了 我有两年没来过这里了 好多垃圾 大家其实来这里是无痕旅游 好多垃圾 这么好的地方 全不是那种白色垃圾 我看着很伤心 这么绝美的一块风景 这么一个宝地 那边就是马料水河沫 一般七八月份的时候就会有水 十月份来看一下远处的风车 很多那个就是树叶 也已经开始变黄变红了 那边的基田 看着也很漂亮 关注鱼帕 让你对重庆更有想象